對啦 我們又來打這個LUSH的究極 這條片的示範快刷的隊伍 王全依然是放在極運頭 因為最適合的極運角色其中一隻就是他 另一隻是神月 但神月呢 我自己都未極運的 所以就 王全就OK的了 課金色聖寵方面其實就有幾隻 最適合的 但是我想說那幾隻都是沒有的 第一隻就是龍馬 龍馬我是沒有的 第二隻就是CAN的殺人花 那我是沒有的 那 那 都是看你有什麼重的 那 要是 都是其實 你拆一些關卡 你有兩樣東西可以屈 要是屈Laser 要是屈飛彈 對啦 那我 就 其實 倉庫裡面最多都是 Laser 那就是 阿瑟啦 那 應該效率都不錯 但是阿瑟本身是光屬啦 被這些龍仔反擊 其實就痛到阿媽都不認得 對啦 那 但是只要小心 或者是盡快清掉這些 呃 青蛙龍 那就可以了 OK 那 火神力士老實說 這關就 被動是對的 但是不是一個最適合的存在 純粹是我貪他的爆炸 以及 貪他的一個 飛彈的有程度 還有一個短 都不可以說短 但是就 好用啦 總之好用的SS 對啦 不可以說短CD 但是好用的SS 對啦 黃泉這裡清掉的龍 對啦 撞到Laser就搞定 那其實呢 老實說 我 就看了 不少的人 的 打機片 就是打怪彈的片 那有人呢 就我都說 就是我都聽過 不少人說 就是阿瑟是不厲害的 對啦 不厲害的 就說什麼 新手用 就 會比較好 對啦 老手其實就沒什麼需要用阿瑟 那我其實就 就是 就是 心裡面就感覺到很不憤的 老實說 對啦 因為你要知道 其實阿瑟這隻角色 對我來說很重要 打很多救急的關 其實都 全靠這隻阿瑟呢 是 令到我可以接近五分鐘內 完場的 對啦 那我就 極度很討人說阿瑟是差 對啦 那當然 它那個 就是 反用性來說 它到 後期就會降低啦 那但是 其實有很多版 呃 就是 有很多 究極 你都可以利用到阿瑟去屈 Laser 然後就 可能四分鐘都 呃 不用就過老版 那其實就 對啦 阿瑟是厲害的 你不要 就是我多數你說阿瑟是差的話 你都是 那個倉裡面 是沒有什麼 可以挖Laser 角色 而 才會得出結論說這隻東西是差的 對啦 那可能你之前見過 就是可能你看過 打 C0 對啦 用阿瑟你就知道那個 沒有路的程度去到哪 那如果你說阿瑟是廢的話 那不如你不要用阿瑟 對啦 你不要用咯 你說廢的話就不用咯 對啦 對啦 就是吹你不將的 對啦 那老實說 這關 阿瑟來說就 一定夠龍馬好 龍馬一定是打這關最適合的 對啦 對啦 另一方面 日版就出了這個 新的獸神花 對啦 新的獸神花 咒斯和果天 其實這兩隻的能力都公佈了 那 我應該遲些會開條片 講回這兩隻的能力 對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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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我在無課金攻略的影片都講過啦 旺傳的技能 基本上如果你的隊伍是比較快打的話 你就可以用 即是很難 沒什麼機會出的啦 那這個狀況就正正是我 講的那個狀況啦 你看到 即是兩隻阿瑟的Laser 加上火神X的絕交呢 對啦 其實這裡就 秒到的啦 即是 旺傳的 30回合技能 其實沒有用的 對啦 我都沒什麼機會用到的 好 阿瑟發炮 130萬 對啦 那你看到另一隻阿瑟就開技能 就搞定了 就是這樣 好 影片到這裡 那 下次見 拜拜